像蚂蚁一样去死 你能甘心吗 我是春风亭老巢 巢小树的爹 人称巢老大爷 至于你的问题 我大可以告诉你 将夜中的大堂 为什么被称作是君子之国 书接上文 随着两个稚嫩的孩子冲向灌注 此前所有躲在门缝背后的男女老幼 再也忍不住了 他们一起涌向街道 所有人都满脸凶神恶煞 明知送死 却依然赴死 因为唐人不甘 冠主平静前行 拦在他身前的人们 就像蚂蚁一般被碾死 被震飞 勇敢的唐人继续向他扑去 然后继续死去 长安雪街顿时变成血街 明确先前对冠主说过这样一句话 明知守不住还是要守 这便是他的只手 此时正在死去的唐人 仿佛就是在证明他的这句话 冠主继续向前行走 杀死了很多人 震飞了很多人 越过了很多人 无视很多人 步步行来 身后尽是鲜血 面对这些无法改变这场战斗的唐人 前赴后继的赴死 冠主不懂 他这一生修的便是浩天无情 不想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像蚂蚁一样的死去 能甘心吗 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是朝老太爷 朝老太爷拄着拐杖 颤巍巍走到人群之前说道 甘是甜 甘心就是舒服 怎么能让自己感到舒服 对于我们这些老长安人来说 只要死的时候不感到羞愧 就会感到舒服 冠主看着朝老太爷说道 老杖不凡 怎么称呼 朝老太爷说道 我姓朝 我觉着我的年龄要比你大 那你就叫我朝二班好了 也不算我占你便宜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争着来送死 是因为我唐人向来有赴死的传统 与诸国首战 风雨飘摇之际 唐人无想者 与荒人战 唐人无想者 自卫似水盼皆干 我大唐开国至今已有一千余年 慷慨赴死之辈 数不胜数 唐之所以强 强在赶死 唐之所以强 在于唐人 我大唐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面对不公与欺凌 有人敢拍案而起 面对侵略 有人慷慨赴死 长安有这样一句话 可托六尺之孤 可继百里之命 林大吉而不可夺 君子也 老太爷看着满界的唐人尸体 忽然间老泪纵横 然后又笑了起来 苍老的声音在朱雀大道回响 在风雪中回响 在东流雪湖上回响 在青霞前回响 在小山里回响 在东江 在北江 在唐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回响 我大唐从来都不缺少这样的人 大唐就是君子国 朝老太爷盯着灌主的眼睛 立声说道 如此美好的国度 却要被你们这些贼老道 从人间毁掉 你还问我是否甘心 他举起拐杖 便准备砸过去 窝干你奶奶 此刻宁缺从长安城内 百姓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这种力量夫子 曾在荒原之战时用过 它就是人间之力 这种力量可以改天换地 这种力量可以战胜时间 颜色大师曾经用一生的时间 苦苦寻觅一个字无果 那个字便代表着人间的力量 没有人能够写出那个字 即便是夫子也写不出来 但此时的拧缺 透过长安城的百姓 终于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字 无数的天地元气 通过镇岩柱灌进他的身躯 他的气息 向着知命境的巅峰不断攀爬 灌主心头一惊 夫子离开人间 他便是天下第一 而此时 他却感受到了一股 非常有威胁的力量 感谢观看